重機 重機是最浪漫的交通工具 但我還需要一對翅膀 帶我飛翔 一般的旅遊 搭交通工具就是為了從A點到B點 但是騎重機的時候 我到B點並不是重點 是從A點到B點的過程 這個過程才是我的重點 然後我能夠感受到 當地當下的空氣的味道 我放棄我工作 去挑戰一個所有人都不看好 覺得說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給一個所謂的海外撞遊 就是還日本 我當下一邊同時在做 同步更新我的部落格 我開始發現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很多很多數以千計 數以萬計的朋友 在陪我一起進行這個冒險 九州湯埔院就像一個世外桃園 它是一個很著名的溫泉巷 有一個叫做Milk Road 我自己這樣評價 它像是亞洲的大峽谷 真的 很壯闊 超級壯闊 近年來有一個新興的景點 叫做天空之城 Daputa 對 天空之城道路 就是在那個地方 因為它的地形很險峻 你會發現說 你自己好像站在天空上的城堡一樣 我還記得在美國 當我跨過一山頭 很長延伸 無盡延伸的一個彎沿山路 然後那遠方的山脈上面 全部都是風車 全部要一直這樣轉 那個畫面太震撼了 震撼到呢 我真的眼淚流出來 當下我決定 我不要停下來拍照了 這個景色 我放在心底 它是屬於我一個 正常的回憶 如果抽到這張無敵機票 下一個 我要去阿拉斯加 第一次是橫渡美國 第二次我要縱灌美國 我先從LA 騎最美的一號公路 沿海 騎到究竟山 然後穿過加拿大 去到阿拉斯加 我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夢想 就是挑戰 橫跨歐亞大陸 從北京進去 然後那從西安 進到斯路 然後再經過中亞 然後到東歐 然後維也納 然後再來就重頭戲了 阿爾陛山 你在群山中騎車的感覺 旁邊是岩山峭壁 旁邊是溪流 到哪都美 那最後經過德法交界 然後進入巴黎 就是北京到巴黎 我要用重機跟飛行 來玩這趟 浪漫到不可自信的旅途 我是小薛 我想騎重機環遊世界 那你呢